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有多知 台股上禮拜四天漲了400多點 我對行情的分析 在上禮拜五有沒有特別跟你交代 要趁著大漲的時候跟我賣股票 今天台股重錯了222點 股票操作我講過 一買一賣決定你輸贏 你要會逢高賣 上禮拜五台股大漲 我說你不真的大漲賣 你什麼時候賣 難道今天壓回重錯 你才知道要做賣出的動作嗎 行情的架構目前區間整理 區間整理上來這邊要賣 這邊要賣 這邊要賣 包括上個禮拜五這邊也要賣 我絕對不是市後放炮 我如果是市後放炮 看到股票跌下來才用嘴巴講的 高點你要賣 沒有拿出會員的口訊 沒有拿出證據 那都是白談 那都是空話 拿出實戰的經驗 對行情的分析 有沒有給你證明的幫助 相信從大盤的一個分析 跟我帶會員的操作 你已經一目瞭然了 什麼時候該買股票 抵的時候要買 什麼時候該賣股票 漲的時候該賣 是不是 所以整個台股的架構上禮拜 連跌四天 當天中錯了143點 缺口是支撐 要不要跟我低接 要不要跟我低接 低接完之後 四天漲了400多點了 上禮拜五9月15號 該減碼的我會減碼 該賣的我一定趁著大盤 大漲的時候做調節動作 包括前面這三次如初一策 所以今天台股中錯了222點 你是我會員 你會擔心你會害怕嗎 你需要去殺低嗎 是不是 所以今天殺下來了 上週五有跟著賣的 接下來就怎麼低接嗎 所以我常常告訴你 我給你優勢跟價值 在跌的時候 我帶你買 漲的時候我更會帶你賣 竟然是會帶會員 賣股票的分析師 這是我可以提供給你的 優勢跟價值所在 所以這檔隱微 之前865賣 四趟381塊錢 跌了300塊錢來到57 我才出手做GLA 完全避開風險 865到57 將近300塊錢的風險避開 我還提醒你600以下的 盈威很安全 而且有破斷 當天590 8月28號 所以600以下有買的 有沒有賺錢 上禮拜賣在684 600以下買的 684賣 我算84塊錢就好了 所以連同之前的操作 381加384 累計報酬率 465塊錢 有沒有在684這個位置 跟你對視對價 上禮拜是不是一個 很好賣股票的時期 相信你從今天大盤回檔 已經一目了然了 難道我是看到 尹威今天跌到644了 我才事後說 上禮拜高點要會賣 要留意 要小心 需要這樣的一個事後放炮 來掩飾自己 沒有功力的一個獎盤效果嗎 金老師常常告訴你 我不怕你印證 有一定的實力 敢拿出會員的Caution 來跟你們對視對價 尹威分析師如果對於自己操作 不敢面對會員 講阿伯 其實沒有資格當分析師 至少金老師的一個操作模式 全程的攤開在你面前 趕快更讓你看了 所以600以下買的尹威 684賣 這樣有沒有84塊錢 一張 一張84塊錢 今天尹威644 離我的賣點差了40塊錢 尹威跌下來我當然看好 它是全球第一個傳輸數率 高達224Gbps的 半導體測試介面集油股 賺三個股本 我說過基本面有改變嗎 基本面有改變嗎 既然沒有改變 低的時候市場上很悲觀 我就容易出手做低階的動作 因為高點有賣 接下來就怎麼低階而已 這張細微當時150賣 兩趟76% 殺到133低階 就上禮拜一 上禮拜這個位置 很多股票是要買的 上禮拜911 你有沒有求救 911這一天 6231的一個細微 133是不是買點 當天給你的分析 千萬不要 因為大盤跌143點你殺低 你要低階 明星級的產品一直沒有改變 業界最強大的伺服器資料處理中心 就是BIOS的系統 懂嗎 所以133要跟我買 上禮拜我大漲1611賣 22%加76% 獲利幾乎翻倍 98% 上禮拜我是不是很好賣股票的時機 細微找盤來不及賣 殺下來反彈上來要趕快做拔檔的動作 這也是一個非常簡單務實的超版刑法 提供給你做參考跟學習 上禮拜我161有賣的細微 今天跌到15 2.5 差到8塊半 是不是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價值 在於我們對基本面產業的結構 研究得相當透徹 所以我們是分段操作 有沒有 150賣133接 上禮拜161出 絕對不是報上報下 我都有拿出證據 我都有拿出惠仁科訊 跟惠仁電視觀眾 對時間 對價格 怎麼賣的 怎麼賣的 很清楚 愛普 你可以說我賣錯 對不對 五趟的操作 全程攤開在你面前 上次賣366 殺下來接 然後上禮拜五一樣賣在366 今天的愛普 今天愛普幾塊錢 今天愛普收盤371.5 我賣366 對啊 短線上我是賣錯 我承認 至少這五趟的操作 我如果用低進高株 高專在低階的模式 幫會員創造倍數利潤 五趟 一趟平均20% 有沒有達到一倍的利潤 你給我時間 我給你破斷 去問一下會員 去問一下會員 探聽一下 什麼是倍數翻的一個操作 所以上禮拜 包括這檔泰塑 因為節目時間來不及講 泰塑一樣在上禮拜 我就做了調節動作 散熱的泰塑 之前7月份50.8 起漲買點 漲到78.2 53% 我賣76.4 第一趟操作53% 我一檔修正 收令形態突破57.3做 接回的動作 後來漲到65.5沒有賣 短波高沒有賣 所以我在上禮拜三 641告訴訓委員可以再買 禮拜四漲了 將近6% 64.5 我是禮拜五 賣在64.3的 53%賺下來之後 接回 其實這邊有做了一小趟 價差不贅述 所以這邊接回之後 上去 上禮拜五 9.55分 泰塑64以上先賣 當時候在64.3 所以64.3賣泰塑 收盤64塊錢 所以上禮拜五 我是不是告訴你 趁著大盤大漲400多點 來到波段高的同時 賣股票很輕鬆 很愉快 還是你認為上禮拜五 一根長紅尾盤拉上去了 所以這盤要衝了 所以失去了戒心 所以一窩窩的亂追 我幫會員踩煞車 我幫會員做調節的動作 這是我的操盤心法 泰塑普通會員持股 普通會員的人數最多 因為他們入會門檻比較多 所以全體普通會員 來跟清老師對視對價 上禮拜九點55分 我們告訴你泰塑60以上賣 當中價格是在64.3 我剛才講過 因為上禮拜的一個節目內容 太豐富了 我光是第一個階段講完 最後第一個階段時間 剩不到30秒 所以泰塑根本來不足以做交代 但是我說過 你只要是我會員 不管我哪一天秀出口訊 那個時間教委保證跟你收到的 一模一樣 不管是買點還是賣點 所以全體普通會員 上禮拜五 泰塑是賣在64.3 今天泰塑62.3 我當然又賣對了 清老師是位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是不是 包括這一檔中砂 1560中砂 這檔股票也是普通會員持股 我從這個位置開始買的 我什麼時候賣 不是上禮拜五 我是上個禮拜四最高146那天 告訴會員要賣出的 一樣 如果你周遭 有我普通會員的朋友去問一下 中砂我是不是上禮拜四 大漲146 這一天告訴他們要賣的 今天中砂 最低砂到138 所以高點有賣 股票跌下來 你總是比較幸福的感覺 這是人性 對 賣在相對高點 賣完之後股票跌下來 成就感 不僅我 會員也一樣 對 股票賣在相對高點 獲利拔檔 現在大盤重做回檔 你想要低接 你有沒有那種興奮的優越感 想來跟我一起低接下一趟的動作 如果想請你好好把握 跌的時候要敢跟我買 漲的時候我自然會帶你賣 這是我給你的優勢跟價值 好不好 你想要這樣的優勢跟價值 把握任一趟的動作 這檔情城AI的股票 8月24號 244賣 最高248 零錢不過高249 量價不對稱 量價背離 這標準的賣點它不會過高的 所以244要跟我賣情城 我等了它多久時間 才做一個結尾動作 將近三個禮拜 我202接 離我的賣點差了42塊錢 有沒有價值 你來跟我做有沒有優勢 有沒有領先其他 同業分析師的一個操作 你自己去比招你就知道了 你現在跟著哪個分析師 操作的技巧有比我好嗎 有嗎 我只能告訴你 從救會員的序約跟升級身上 你可以看到一位分析師 很用心帶會員的操作績效 如果你現在跟著分析師 績效讓你覺得沒有優越感 像是用績效帶你逆轉勝 這是我可以給你的一個承諾 所以秦城244的賣點 202接回 上禮拜四 202切回 切回之後 禮拜五來到224 這樣不是賺了20幾塊錢嗎 為什麼我告訴你隨時會賣 我早就告訴你了 很多AI股票 我都看反彈而已 回升問號 回升是有很大的疑慮 你懂我的分析嗎 很多分析師每天都在AI 每天都買AI 漲也追 跌也買 每天都在買 如果你看到這種節目 我認為你的操作 陷入一個極大的風險 因為高點不懂得賣 而且很多AI股票 它已經轉為弱勢了 我上禮拜給你帶到 已經轉為類似空投模式 你一定要選擇站在買幫 你如果趁著反彈不賣 接下來會更低 接下來一定會更低 所以244的賣點 202結尾 上禮拜我224.5 Anytime我會Sale 對 今天有沒有賣 9點12分的清晨 216以上我就賣了 12分在217 你去對價 今天大概賣在217 今天大概賣217 收盤多少 209 有沒有賣對 所以這一趟的一個操作 202 接回的位置到今天217 買個10張 花你200萬 這樣也有15萬 重點 要會賣 上次244 你沒有跟我賣的 這一次談上來 217再不賣 我不曉得接下來你風險 你可以忍受多少 的一個程度跟怕數 你看看這檔技嘉更是如此 這也是AI的一檔股票 上次367賣 兩趟的操作超過70塊錢 記得嗎 我367賣完之後 我等了7天我才做 接位的動作 9月7號310接嗎 是 310接反彈 表現不如預期 316要跟我賣 小賺6塊錢 你覺得不好嗎 你還寄望說 310的一個技嘉買完之後 要回到367以上嗎 那你真的有一點天真 那你對於 不管是技術分析的一個層面 一致半截 還是對於整體 不管是AI 概念股票的一個架構 有回升的 有空頭的 你不要以為 現在很多人動一動 就把這檔股票 跟AI相並聯 因為你比較容易被吸引住 這是一個不要像說 類似做生意的角度 來吸引你的目光 但是 錢老師的分析解盤 實事求是 客觀 我要給你正確的投資方向 跟策略 不管是大盤 還是個股的操作 所以技嘉 你之前367沒賣的 316要不要跟我賣 你316再不跟我賣 它會跌到277 今天剩253 今天技嘉 已經來到波段低點了 已經來到波段低點253 這個位置要不要賣 9月8號 這個反彈要不要賣 要不要賣 9月8號 我賣316 我賣316 更早之前不是賣 367嗎 不管是367賺了70幾塊錢 還是316小賺出場 你如果沒有賣的 今天剩253 316到253 差了60幾塊錢 10張差了60幾萬 這比你繳流費費 要多出太多了 所以股票的操作 還是那一句話 一買一賣 決定你的輸贏 我不曉得你現在 是不是都只會買股票 都只會攤平股票 對 波段的一個股停一點 你懂不懂出 反彈上來的一個 類似減少損失的賣點 你會不會出 探集 大家比較容易心肝群怨出掉 那反彈上來呢 或許離你的成本 不 還有一段距離嗎 你會出嗎 一般投票是不會出的 這就是輸家 常常犯的一個毛病 這一檔 前半年就賺超過兩個 股本的龍頭指標股 是哪一檔 支撐起漲買點 細晶圓的環球晶 上禮拜四我就卡位了 上禮拜四環球晶 最低465 當年收盤478.5 支撐起漲買點 基本面產業的分析 技術型態都給你帶到 完整的K線 有沒有 也讓你一目了然 所以我絕對不是無中生油 更不會事後放炮 所以上禮拜四 465支撐起漲買點 禮拜五 支撐環球晶 一模一樣 我說要趕快上車 他接下來一定會有利多 禮拜五他漲到485.5 最低是47 6.5 要趕快上車 接下來會有利多 就像尹威 上禮拜四 是不是有利多消息 當我利多消息 尹威已經從600以下漲到700了 報上的利多漏後我100塊錢 你還要看報紙做股票嗎 20塊的報紙 如果有辦法離開電視 你要看是不是 所以整個環球晶 要趕快上車 今天有沒有低點讓你上車 今天有平盤以下的476 讓你買 收盤483 親愛的同朋友 今天大盤跌223 環球晶跌不下去 最低就是476 收盤平盤 有跌嗎 為什麼不跌 從產業結構 前半年就賺兩個股本的 矽晶圓龍頭環球晶 低點 拉出去 回測 連這根紅K棒的一半 位置都沒來測試 你認為他強不強 你認為接下來他應不應該大漲 上禮拜五 還有一檔股票 賺兩個股本的 突破反壓之後的回測 今天他跌 大盤跌222點了 他今天不是剛好回測支撐嗎 你是不是應該趁跌 來跟我好好的佈局 這是我可以明白告訴你一件事情 大盤重挫 很多人不知所措 需要幫忙的地方不要客氣 加入我的賴A 小鼠AI8085 小鼠AI8085 我會盡我最大的專業實力 幫你解決任何的宜蘭雜症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大盤重挫222點 國劇被動元件人口 今天還來到波段新高 我選給你股票 到底是不是極有股 到底有沒有符合巴菲特的 一個選股邏輯 相應同盤你看得很清楚 這樣一個投資 是走向成功為例的機會 沒有第二條路 我謹守的原則 永遠不會改變 好不好 這場國劇當時候9月1號 最低485 最高512 攻擊天量出來的512 一定不是最高點 因為被動元件的庫存 去化得差不多了 跟所謂的功率放大器 一模一樣 所以整個國劇的一個架構 就從485.5 我說接下來先下後上 它未來走勢就是會上 9月8號 最低499.5 高姿態強勢整理國劇 整理完之後 有沒有強勢表態來到波段高 514 你看看籌碼很穩 融資水位3900多張 上禮拜二 為什麼可以衝下波段新高 籌碼非常穩 禮拜五又來到523 再衝破段新高 今天國劇 532 繼續的走高 盤中稍微洗一下 它又往上走高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籌碼面依然很漂亮 融資剩3740張 又是新低水位 所以面對台股今天重挫 它真的跌不下去了 我之前就畫給你看了 我說它一定會上 微檔修正你再不買 微檔修正你再不買 它就會往上走高 我沒有畫給你看嗎 我說512一定不會最高點 量先價行的概念 它有沒有往上走高 今天有沒有印證 今天來到波段高 532 我有沒有帶你們看見未來 不管是產業還是技術分析 華新科被動元件的 大抵完成的攻擊天量 108也不會最高點 很清楚 9月8號回檔下來低接 繼續低接在105 這跟你對視對價過了 當初在104.5 9月4號上禮拜五來到109 華新科還會再漲 今天最高110 持續看好 持續看好被動元件的第四季 功率放大劑PA一樣 第四季我還是看好 你看看全新 從3月份的84.2 晚行底整理末端 告訴你功率放大劑PA 庫存調整進尾聲 當時候兩階段 128.5賣74%全新 三角形修練型態 8月29號127的一個全新 接回 整理末端 你看營收已經往上走高了 籌碼一樣很穩 127那天買完之後 隔天30號馬上亮燈147 漲了20%之後的全新回檔 我說中長線看 累計報酬率94% 跌了之後我一樣看好 禮拜三不是跌到144嗎 我強力支撐就在這個缺口 不要怕跌 有跌就要跟我買 知道嗎 所以整個全新 上禮拜三講完之後 禮拜四馬上來到151.5 漲4塊半 跌的時候要不要買 我告訴你支撐就在這邊 所以整個全新今天 已經來到156了 一張都沒賣 我真的捨不得賣 因為第四季還會讓它 股價繼續的推升 這一檔機油性的個股 8月營收今年度新高 那今年度的前半年 鑽營去年的前三季 獲利已經表現在股價身上了 大抵完成了這一檔機油股 波段行情 邀請你跟我一起來布局 未來股票的操作 不曉得如何掌握的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我們一起來 對私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 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不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旅行